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 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 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 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 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 又该是谁 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人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出唐的士族 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 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 欧洲的骑士也好 日本的武士也罢 都只是独立阶层 不是统治阶级 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 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 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 既不主张也不作为 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 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 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辉之 王辉之的职务是参军 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 后来任桓温之地 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 但无论在哪里都棚头垢面 衣冠不整 无所作为 有一次 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 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灰之答 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 好像是马槽 桓冲又问 有几匹马 灰之答 不问马 桓冲再问 近来死了几匹 灰之答 魏之生 焉之死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 牵涉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 马就失火 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 不问伤没伤马 第二件事是 子鹿问什么是死亡 孔子答 魏之生 焉之死 王辉之的两处引用 都是故意断章取义 卖弄小聪明 对此 桓冲无可奈何 灰之则更加放荡不羁 有一次 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 还说长官 岂能独占一车 桓冲拿他没有办法 只好在某次 见到王辉之时 对他说 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好好工作 我尽快提拔你 王辉之却不回答 知识看着高处 然后用手板 支着脸蛋说 大清早到西山去 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 当然误国误民 也是自掘坟墓 事项 一个政权 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 而这个阶级中的人 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 对待的 请问 还不该王吗 党都挡不住 实际上 两晋之王 在于有病 而病因 就在士族 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 贵族靠血统 世袭爵位 士族靠门第 垄断仕途 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 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 又叫九品官人法 具体的说就是 把官职分成九等 叫官品 候选人的基本条件 和综合评估 也分成九等 叫相品 评定相品的 叫中正 朝廷的吏部 则比照中正评定的相品 给予官品 这就是建举制 既不同于两汉的茶举 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建举是曹魏时期 陈群的发明 相品的评定 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 和本人的表现 但是到了东晋 就只看门第 门第就是门和地 即门第和郡旺 比如太原王室 是西晋名门 狼牙王室 是东晋旺族 王辉之可以在 环冲面前傲慢无礼 就因为他属于 狼牙王室 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旺 决定着人的命运 名门旺族的子弟 不需要任何考核 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 叫门第二品 寒门和术族 则相反 只能做低级官员 由此造成的局面 就叫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 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 一个世家子弟 几乎刚生下来 就有做官的资格 那又何必努力 何必奋斗 因此即便为官一任 也不造福一方 如果有人认真工作 还要被嘲笑 被讥讽 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 自然不必 也不会关心 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 是家族的门第 和郡旺决定的 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 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 因此高级士族中人 大多只知有家 不知有国 国难当头 首先想到的是保家 不是魏国 王眼的狡兔三窟 和卖主求荣 就是正名 有趣的是 帝国似乎也没指望 这些家伙保卫自己 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 大多是清药之职 地位高 待遇好 事务少 责任轻 繁杂而辛苦的工作 都交给数族寒门 久而久之 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备 除了清潭误国和腐化堕落 其他什么都不会 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 却一点也不少 根据西进政府颁布的占填令 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进胶填 一品五十请 依次递减到九品十请 更重要的是 法令颁布之前 大族多占的田母 并不需要清退 没占够数的 却可以依法补足 真不知道帝国中央 对贪腐的态度 是遏制还是鼓励 至少也是默许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 两进比东汉 更加迅速地腐朽 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 孝武帝司马耀 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 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 原因则是 好色的孝武帝 跟三十岁的他 开玩笑说 你这把年纪 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荡业 先被干掉 被谋杀的司马耀 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 因为此后的安帝 痴呆得不便寒暑 宫帝则被刘豫废杀 孝武帝自己 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 末日将临 他被杀前不久 天上出现了彗星 这在古人眼里 是不祥之兆 于是孝武帝说 敬你一杯酒吧 慧星呀慧星 自古以来 哪有万岁天子 当然 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 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 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 因为儒家伦理 尽管问题多多 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 精神支柱 魏晋却只有门帝观念 没有精神支柱 他们追求的真实 自由和美 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 没有也不可能成为 全民共识 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 精神的空虚 心理的变态 比如酗酒和嗑药 再加奢侈和豆腐 最离谱的 是晋武帝司马炎 为了帮舅舅比阔 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 洛阳富豪十重建了 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 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 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 珠珠更高更漂亮 如此炫富 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 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 其实是文化爆发户 爆发户都是要炫富的 因此连同名士们 自名得意的雅量 清高和洒脱 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 他们追求的真实 自由和美 竟只能通过洋狂 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 这说明这个阶级 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 大夫和士并不相同 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 代表着方兴为爱的地主阶级 腐朽没落的 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 这时华夏文明 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 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 但即便如此 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 比如齐 比如楚 比如秦 因此 新文化的创建 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 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 种种事实都证明 政治需要新制度 文明需要新生命 民族需要新血液 动荡和分裂 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 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 势必走向南北朝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